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时间的关系 可能来不及在这个视频中把25本都面面俱道地说到 大家如果想看具体的25本的全部书单的话 可以去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 在后台回复暑假书单就可以获得我的文字版本的书单整理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书单的分享的话 也一定要在评论里告诉我 我也会继续以这种视频的形式分享我的阅读书单 提前要说的是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借阅图书回去看 但是回家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带那么多实体书回去 所以暑假中我看了很多书都是在电脑或者手机上阅读的电子书 因此在这里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个很直观的呈现 所以这期内容在形式上可能有些不足 也请大家多多包含多多指教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想从博物类图书分享起 因为这个可能是大家普遍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类别 我所说的博物类呢其实是一个特别宽泛的概念 它主要就是指现在市场上流行的那种 关于某一个地方的分土人情 或者是就一个特殊的物件或者事件 比如说接下来我要介绍到的书中 就是以日本的书店为切入点来展开的 就是这类图书呢它并不是严谨的科普 所以它其实读起来门槛不是特别高 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读这种书 而且它特别适合碎片化阅读 我今天想介绍我在暑假读了四本博物类的图书 第一本要介绍的书名叫清单 它的副标题是关于爱与奇想的124张小纸条 这本书中是收录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人物 所列出的124张分隔各异的清单 我是在网上下载了它的英文版来阅读 但是发现读英文版非常的困难 但是如果读中文版的话其实会非常有趣 这些清单内容非常多 比如说一些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人请假的理由清单 可以看到很多特别奇特的请假理由 包括还有一些像是达尔文的父亲不支持儿子事业的多少种理由 还有爱因斯坦要求他的妻子遵守的协议 就是种种特别有趣的一些清单 而且他几乎每张后面都会附有像这样子的清单的原图 就是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其实是一些历史上非常著名人物 他们列出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些内容其实比较琐碎 他只是他仅仅是以清单这个内容来把这些材料组织到一起 所以可能就是他的内容没有多大的相关性 而且他只是罗列了这些清单 并没有给出一些作者或者是这个收录者的一些心得 所以我感觉就是你自己需要去体会一下 就是无论它是有趣的还是一些引人思索的清单 就是其实这本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还有一本书是叫做东京本屋 你不要看它感觉看起来挺厚的 但是其实看起来的话会非常的快 这个本屋就是日语里面的书店的意思 它其实是一个对东京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几家书店的一个介绍 这些书店都并非是传统的书店 它们是一些很有特色的一些独立原创书店 这些里面不仅是有一些对这些书店的一些图片 还有对这些书店创始人的一些访谈 就是你不仅可以了解到每个书店的特色 你还可以从这些对话中了解到它书店的一些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而且就是这里面的图片也给人感觉 就是一下就可以让你感受到这个书店的氛围 就是也非常吸引人 因为它并没有那么强的专业性 而且有很多图片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读下是没有什么 不会怎么吃力的 而且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让我就是标注了很多 下一次如果去日本旅游去东京一定要去的书店 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吸引我 总之这也是一本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书 接下来的这本书名字叫今日电修 我觉得它是一本特别温暖的小书 它是一位93岁的老爷爷 开了70多年的一家书店 在他的书店每周固定的电修日 他会在书店的门口挂上一张海报 上面是他一些手绘的图画 还有一些他自己写的 关于鼓励大家去读书的一些句子 到后来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大家都会到他的书店门前去看他画的这些画 还有一些字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特别有特色的一点 前面有一些关于这位老爷爷的采访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特别向上 特别美好的一种生活态度 就是要把开书店这件小事一定要做好 而且到后面特别感人的是 他的妻子卧病在床之后 他一直在给他的妻子手写一些明信片 而且还会画一些小画在上面 这些都是他给他妻子写的东西 就是真的会特别感人 总之读这本书就一定会让你感觉到 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生活 然后去热爱书籍 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这本书叫做《怎样看到路》 我是前一阵去上海书展的时候 在汤里上面看到 觉得可能对他比较感兴趣 回来搜索了一下 发现学校图书馆有 我就借来看 因为当时是正在军训 就想看一些比较轻松愉快的散文类 这本书也确实比较符合我对他的想象 他是介绍了一位特别热爱博物学的作者 他平时写的一些在各地观察当地的一些 就是山川树木 还有主要是这种自然风光 自然风物的一些 就算是景物质一样的一些散文吧 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图片 但是就是这种小散文 它有的也带有一些科普性质 虽然我觉得我就是完全把它当散文来读 也没有收获到什么知识 总而言之也是一本可以算是打发时间的一个 可以用来碎片阅读的一个轻松的一本书吧 接下来的一个类别就是文学类图书 文学类我这个假期大概总共读了五本 首先想分享的是陈小青写的《智位在人间》 陈小青是舌尖上的中国 还有《芬位人间》这些 在中国非常有名的美食纪录片的导演 我以前只是知道他是这些的导演 没有想到他自己的文笔也这么好 这本书就是写了各种各样 他从小到大吃过的一些美食 还有一些独特的记忆 主要我觉得是非常含有温情的一本书 就其实跟他的舌尖上的中国的一贯风格 像是一样的 就是既看的人特别想吃东西 又特别打动人心吧 而且他主要是用就是北京腔的那种感觉 写了很多在北京很有特色的小吃 也是让人对北京产生了很大的向往 就是这个语言又是特别的流畅优美 而且有的地方又特别接地气 总之你就可以感觉他自己这个形象 也是特别的跃然纸上 我觉得这本书也是特别适合碎片阅读 放松身心的一个选择 接下来读的一本是台湾作家龙印台写的天长地久 这个是2018年底出版的一本书 当时立即就登上了豆瓣的热门榜单 但是我一直没有来得及看 这次是在藏书馆这个APP上面找到了电子版来阅读的 众所周知龙印台都是特别喜欢写一些和亲情有关的文章 这本书也是以他给他母亲写信的形式 其中渗透了一些关于生死还有亲情的思考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思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细腻 就像在他的一些很著名的作品 《牧送亲爱的安德烈》里面那种一贯的风格 这种关于亲情的散文当然也是很适合 碎片化阅读来放松自己的大脑 而且他里面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感动人心 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本非常棒的读物 接下来的一本书是刘渝所写的《送你一颗子弹》 刘渝这位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坛 也是小有名气 所以这本书其实你无论是在百度上直接搜索电子版 还是去一些读书的APP上面搜索 都很容易找到资源 这本书其实内容如果说杂的话也确实是比较杂 他就是以随笔还有一些杂文的形式 写了一些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引发的感触 时间跨度是大概是从他上学的时候 一直到他做大学教授的时候 我觉得他这本书中的亮点就是 他写的非常真实 就是你在阅读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戳中你的点 让你感觉确实这种事情我就是碰到过 而且他有一些句子写得非常精妙 比如说我记下来的这一句 渊博的人是多么神奇啊 他们的大脑像蜘蛛网 粘住所有知识的小昆虫 而我的大脑是一块西瓜皮 所有的知识一脚踩上就滑得无影无踪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语言就是特别的轻松 诙谐 所以这本书中的这些随笔和杂文 就是又比较引人思考 又是一种特别轻松愉快的 很容易上手的一本书 接下来的一本书叫做《奥斯卡与玫瑰奶奶》 这本书是一本很薄的小书 它里面的插画也特别可爱 而且这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 我感觉它也是十岁小孩 就可以阅读的一本书 这个故事大概是讲 一个小男孩被诊断出了绝症 他的生命可能只剩下十几天的日子 而跟他一块住院的一个老奶奶 就启发他说 就是没有告诉他这个真相 而是给他讲 他可以把每一天都当作十年来过 所以这个小男孩就煞有介事的 真的把每一天都当作十年 比如说某一天 他就是三十岁到四十岁的自己 这样他就幻想自己 以这种成人的身份 去度过每一天 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事 最后居然就真的 特别感觉像是充实的 像过了一生一样 最后活到他假想中的 一百二十岁的时候 他安然的死去 这本书中主要是收录了 他在每个他幻想的十年中 其实就是每一天 给上帝写的信 大概就写一些 他以一个儿童的视角 特别单纯幼稚的一些 关于生命的思考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 也是以一个儿童的视角 特别单纯的 去用简单的笔触 却探讨了一个生死 这样很宏大的话题 但是又不让人觉得 特别的枯燥 而且这个故事 真的非常温暖 最后一本文学类别的书籍 其实是一本诗籍 它是葡萄牙诗人 佩索阿的一个诗籍 这是我第一次读 外国的诗籍 如果不是作者 比较大名鼎鼎 我也不会涉足的 因为我总感觉 读诗还是要去 在他原本的这个语言里 去感受 不过可能这个作者的母语 我也不会 所以也没有办法阅读 所以就去读了一下 它的中文翻译版 我觉得也是 完全没有让我失望 里面有些句子 特别脑洞大开 既有趣又特别可爱 虽然我觉得诗籍 其实是应该 作为一个枕编书 每天闲暇时候 翻一翻读上一两首 但是因为这本书 是我在学校图书馆借的 它有一个借阅期限 所以我就有点 胡乱吞早的 很快地读完了这本诗籍 但是也记录下了 里面一些很有趣的句子 比如说 吃你的巧克力 小女孩吃你的巧克力 相信我 世界上没有比巧克力 更好的形而上学 其实这句话就挺 感觉挺无厘头的 但是就是也非常可爱 再比如说 心体广大的诗棉等着我 一个宽阔如世界的 无用的哈欠 这个也是 就是让人读不懂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句子莫名就很吸引我 我在读诗集的时候 就经常会记下来 写这样的句子 还有一个 我觉得非常浪漫的句子就是 而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其实也是读不懂 但是就是很美好 而且还有一个 可能有点匪夷所思的 就是不要抓着我的胳膊 我不喜欢胳膊被抓 我想独自一人 这个其实就是 我把它记下来 就是因为它正好和我 自己的一个习惯 完美契合 就是我不喜欢别人 抓着我的胳膊 或者就是用胳膊搂着我的胳膊 就连我在初中高中时候 关系最好的几个女生 她们有的时候和我一起 并肩走路 特别喜欢搂着我的胳膊 我都会委婉的 告诉她们 能不能不要搂着我的胳膊 这样会让我难受 下面我们来进入 科学这个分类 这个暑假 我读了三本 和科学有关的科普读物 我觉得质量都特别的高 首先想说的 就是一本时间的秩序 这本书的作者 其实有很著名的一个科普读物 就是叫做 《七堂极简物理课》 而这本时间的秩序是 前一阵在豆瓣上 一直是高居 非虚构类图书的榜首 要说它是什么内容的话 可能说出来有点吓人 它是从广义相对论的维度 来探索时间 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 但是其实 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读 因为毕竟大家想一想 在豆瓣上面 有那么多人给它给出评分 但是大家不是都有很高的科学造诣 但是都能感受到这本书的美 我觉得是因为作者 普遍来说 他用的语言还是比较 就是易懂的 而且这本书 作者的文学造诣高到 我觉得你可以完全不把它当作一本科普读物来读 你就把它当作一本文学类图书来读 它都像诗一样的语言 就是特别的美 比如说 作者最初提到时间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会用一些特别简单的语言来描述 要描述世界并不需要时间变量 需要的是真正描述世界的各种变量 我们可以感知观察并最终测量的数字 道路的长度 树的高度 额头的温度 一片面包的重量 天空的颜色 地球穷顶之下星辰的数量 一节竹子的弹力 火车的速度 一只手压在肩膀上的压力 失去的痛苦 钟表指针的位置 天空中太阳的高度 这些才是我们描述世界的术语 所以你可以感知到 就是读完这本书之后 就会感觉时间真的是一种奇特又瑰丽的东西 哪怕你可能没有完全理解 它所使用的一些术语 所以接下来 我实在是被这位作者的才华深深震撼 于是就看了另外一本他写的书 叫做《现实不似你所见》 也是一个关于我们身处的世界 还有宇宙的一本科普读物 它的副标题是量子引力之旅 所以它其实主要是从量子物理的角度来谈的 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比时间的秩序可能还要更难读一点 不过它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 不是像时间的秩序那样 主要是以时间来作为它的描述对象 它就是更宽泛地描述了宇宙中的各种自然现象 文笔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本书也很值得一读 接下来的一本书叫做《从一到无穷大》 它是一本很著名的科普类读物 去年它也被清华选为送给2018届新生的书 我读完之后也非常理解 为什么清华做出了这个选择 因为如果你是学过高中物理化学生物的理科生的话 你学过的一些知识可以和这本书完美衔接 但是如果你是文科生或者艺术生 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 你也不会觉得很枯燥 因为这本书的叙述实在是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书中还配了一些特别有趣 有助于你理解的一些插图 就会让你感觉到确实这本书是很有意思 而且主要是可以激发你对科学的兴趣 至于它确实写到了一些特别难懂的内容 比如说拓扑学还有量子物理 我觉得这种就是你就看看就好 就是了解一下 大致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也没有必要去深究 总而言之这本书真的我觉得 还是特别值得推荐那本科府读 因为它实在是可以让你感觉到 科学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读完这本书之后 我甚至感觉到 就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专业跟物理和化学 还有生物就就此告别了 也是一件挺可惜的事 而且作者用的一些叙述确实是非常的生动 比如说就是它会以双苹果还有一些面包圈来类比一些 就是空间曲面或者是一些特别难懂的一些概念 下面我再来说一说关于我阅读的两本社会方面的书 第一本是叫做人行道亡国 它是作者采取田野实验的方法 耗时了五年在纽约的第六大道观察接触街头小贩 对他们组成的特殊的小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描写 发现他们虽然总是被认为有爱观瞻 是一群边缘群体 但是实际上他们对社区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 我觉得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 它表现了对每一个社会群体的尊重 充满了人道主义和社会道义的关怀 而且它可以引发你对城市生活 还有一个城市的结构 以及阶层分化的一些思考 接下来的一本书也是听名字比较恐怖 它是法国的哲学家卢梭所写的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特别令人赞叹的一本书 它只是为了论证题目这个概念 它上诉到文明的发端 而且旁针博影将任何学科的知识和观念 都运用得特别自如 我第一次读这样子 就是比较算是论文一样的书 但是发现它的语言和行文也不是很艰深 但是就是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 读的时候感觉每句话都能读懂 而且觉得它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读到结尾却发现 没有理清它整体的论证思路 因为它为了论证同一个问题 写出了一本将近200页的著作的话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终极的问题之外 又引出了很多分支的问题来支撑它的论点 所以到最后很难搞清楚 这些问题的内在逻辑关联 但是毫无影响你阅读的过程中的那种 就是叹为观止的感觉 因为作者实在是特别的博学 而且我觉得这种书就是读来 你哪怕只是去领略感受一下 原来世界上在这么早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么厉害的人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阅读体验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实用类的图书 第一本就是叫做十九渣 它是一个北大教授给学生的信的合集 这是一位大学教师解答学生提出的一些 和学术相关的疑问的书信 总共有十九封 它是讲述了很多和学术规范 学术方法有关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目录 它其实就是一些 比如说大学的意义与性质 关于科学阅读 关于思考阅读 关于外语 还有一些学习方法 比如说制作资料卡片 还有怎么样利用一些 就是文献数据库 还有一些 就是其实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 就是但是可能因为 它的这个时间比较早 其中有一些方法 对于现在已经不太适用了 因为毕竟现在都是 使用电脑和手机来检索资料 都是特别普遍了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 还是特别值得一读 尤其是如果是刚刚升入大学 或者是刚刚高考完的同学 可以看一看 我觉得就是一位教师 能给学生这么认真的 做书信答复 本来就是一件 特别令人钦佩和感动的事 而且它也不只是 解答这些问题 它也会讲了一些 关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比如说他求学的经历 还有他母亲就是一位教师 一些很感人的一些 发生在这些师生之间的故事 我觉得这本书中 有露出的 那个时代师生 身上表现出的 对学术的尊重 还有对更高的人生价值的 那种探索精神 真的特别让人肃然起敬 而且感动 接下来是两本和理财有关的书 我突然开始读和理财有关的书 是因为我觉得 我一直就是对钱特别头疼 就是我自己平时花钱比较节省 但是我总是也开始觉得 就是你这样节省 并不是一个终极的办法 等到无论是什么时候 就是总有一天你会独立生活 而且你要独立去面对 你的理财问题 所以不如就是早一点 建立一个理财的观念吧 所以我就想着可以从读书开始下手 所以读了一本书 其实是面向更小的孩子的 它名字叫小狗浅浅 它是以一个童话的形式 来灌输了一些很简单的理财观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书 而且它在豆瓣上 也有特别高的评价 就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是广受欢迎 它里面不仅是介绍了一些 基本的理财观念 而且还会就是对人生 也会有一定启发意义 比如说就是书里提到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记成功日记 每天都记下来 今天做了哪些事 让自己觉得有收获感和一些成就感 这样就可以让你一直以一个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人生 而不是觉得自己活得一败涂地 而且它里面 其实没有讲述什么具体的理财方法 因为毕竟它是 算是给小孩子看的 但是就是网上大多数人反应 就是无论什么年龄看 都会觉得很有收获 尤其是受到了正面的激励 我觉得这本书也是非常值得一看 而且因为它是采取童话故事 以一个会说话的小狗给一个小女孩 介绍了一些理财知识 这种形式来展开 所以其实也比较有趣 接下来的一本书叫做《富爸爸穷爸爸》 应该有很多人听说过这本书 因为它其实是 好像是前几年特别畅销的一本书 我一向对这种畅销书 尤其是又是和钱有关的 特别不屑一顾 读完之后我发现 它确实我觉得它畅销是有点 就是过誉了 但是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糟 它里面有一些概念还是值得肯定的 比如说就是要主动 掌握一个主动权去理财 而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 而且就是它主要提倡的一个思想 就是你要用你的金钱 去换取一些增值的一些资产 但是可能也是 我有点太急于求成 或者是实用主义了 我觉得这种理财书 它翻来覆去 就是把那么几个观念 说过来说过去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就是我总是在希望 它能说一些具体的方法论 但是想一想也是基本不可能的 如果大家都把自己 致富的方法公之于众的话 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接下来的一本书 是关于时间管理方面的 叫做《奇特的一生》 它其实这本书的核心理念 也可以一言以蔽之 就是讲了一个 俄国的科学家 叫做刘比歇夫 他每天都会一丝不苟地 记录下每个时间段 内自己在做什么事 数十年如一日 从未间断 这种时间管理方法 的确可行性非常强 至少对于我而言是这样 它的意义并不是提前规划 现在有很多人喜欢 就是提前写第二天的计划 详细到五分钟 十分钟要干什么 但是我基本上 没有尝试过这种方法 因为我觉得平时 我们要做的很多事 往往不好预估 你要花具体多长时间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要写一篇 微信公众号的推文的话 我也不知道 我大概几个小时可以写完 如果我非要规定好 每一个时间段 前后也没有预留 一些灵活的空间的话 如果一件事情 没有按时完成 就会很容易影响到 后面的每一环 所以我觉得不如踏踏实实 做好每件事 然后像他这样 把每件事所花的时间 记录下来 这种记录的意义就在于 你可以让你一天中 时间的分配一目了然 从而可以实现一种 鞭策的效应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 你浪费了很多时间 在一些你本来没有想 花那么多时间的事情上 这样你在以后的时候 就可以注意 但是这本书本身 其实并不是那么好 我觉得它三言两语 就可以讲完这件事 但是它请了一些很多人 来写一些关于 时间管理方面的感慨 就是跟这本书的主题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位科学家 这种时间管理方法 还是很值得借鉴的 因为读完了这本 关于时间管理的书 前面又看了一本 叫做时间的秩序 这本科普读物 突然就是对时间 比较有感慨 然后当时就写了一篇 推送就是关于 时间的一些感慨 在我的个人公众号里 就可以找到 你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然后在后台回复时间 就可以查看这篇推文哦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三本 艺术和设计类的图书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本写给大家看的设计书 我觉得这本书 确实是和它的名字 也是名副其实 这本书的门槛非常低 就是没有一些 很专业的术语 看起来就是非常轻松 而且又可以让你了解到 一些很基本的设计原则 可能因为这本书的年代 比较久远 所以里面用的一些 就是设计的实力 可能现在看起来 也并不是那么的好看 或者是一些特别值得 夸耀的一种设计 但是我觉得它的理念和原则 还是特别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比如说一些怎么样制作一个 怎么样去设计一个 合理的名片 或者是宣传画 像这种上面就是错误示范 就是比如说很杂乱 下面就是用不同的字体 而且把它归个类 然后用不同的对齐方式 还有居中 就是去把它规划得更好 还有这个比如说 也是一个错误示范 然后后面就有 经过改良后的例子 虽然其实它们看起来 我觉得也都没有多么好看 但是因为它会配有一些 文字的解说 就是可以让你了解到 它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 这种设计的内在构思在哪里 对它里面就是有这样 很多的一些例子 其中还有一些关于 不同的字体的介绍 可以让你对英文的字体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可以分为哪几大类 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设计 我觉得它看完之后 确实可以让你感觉到 你已经对设计有了大致的了解 而且我看完之后 就特别跃跃欲试 我还问我爸 他有没有名片 我可以帮他的名片 做一个改良 如果他的名片 就是有一些设计上的缺陷的话 接下来的一本书 叫做美的情绪 西洋画派十二讲 它是著名的 芬子凯先生写的一本 可以算是美术史论的一本书 我其实自己有点读不下去 这种就是关于书里 美术史这方面的书 我一读这种书 就会关注于 它里面每幅画怎么样 而不去看 就是对于这种画 刘派的分析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写的还是比较有意思 而且它的主观性比较强 就是融入了很多 芬子凯先生自己的想法 而且大家都知道 芬子凯先生 他的文笔特别的好 我平时很喜欢 看他的一些散文 所以这本书的语言 可以说也是很优美 而且因为是中国人 自己写的 关于西洋画派的分析 它就比较独特之处 在于它会把中国的一些画派 还有中国的书法 跟西洋画派做一个类比 比如说这本书中 就经常去拿一些西洋画家 来类比中国的书法家 比如说提到了 著名的草书书法家张旭 还有很多人 而且他配的图片也比较多 所以就是可以避免 你大面积阅读文字 产生的一种疲劳感 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个 就是如果你想粗略地了解 西洋画派一个不错的入门选择 接下来的一本书 应该算是一本艺术方面的书籍 但是它其实全程都是一些画面 而没有一些文字的解说 它是叫五百字画像 我感觉这本书 是从一个很有趣的角度 收录一些画 它是收录了五百幅 各个时代不同 国籍的作家的字画像 不过非常遗憾 就是里面没有任何中国画家的字画像 我觉得首先就是 你去翻这些图片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字画像 比如说这幅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表情 而且就是 它里面其实不一定 每幅画的作者都特别有名 但是它有些画确实比较有趣 这样你就可以通过那幅画去搜索 因为它有标注这些作者和年代 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那个作者说不定 就是这个画家 说不定你就会对他非常感兴趣 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 你平时早有耳闻的作家 画家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自己长什么样 比如说这位雅克路易大卫 我们应该都看过他很多画 但是不一定见过他人自己的样子 到了后面 就是到了近代 现代就会有一些 不仅仅是以绘图的形式 来呈现一个字画像 当然还有这两幅 我觉得就是挺有特色 特别有超现实感的一个字画像 它往后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这种图片等等 不同形式的 就是也可以算是字画像吧 反正就是给人感觉 也是挺有趣的一本书 最后想介绍绘本类的图书 首先就是 一见你就好心情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 前一阵他 就是从好几年前 他的一些治愈系的动物小漫画 在网络上就特别流行了 我觉得他也是特别有知名度的一个漫画作者 这是他的第三本系列漫画 还是延续了他前两本的 特别可爱 暖心治愈的这种风格 也是以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为主人工 就是特别短的这种漫画 我觉得他也是特别适合碎片阅读 同时这种书也特别适合送给朋友 因为他真的就是特别温暖 特别可爱 但是因为这种书普遍都比较贵 偷偷告诉大家 在网易窝牛读书这本 这个APP上面可以免费看这本书 我就是在上面看到的 这一本书叫做树下长椅 它是我在学校图书馆借的 它应该归类可以属于图像小说 很多人都把这种书叫做绘本 但是其实它往往是叙述了一个故事 这个是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 这个出版公司有很多类似的这种题材的优秀的图像小说 这本书它全程是没有任何对白的 它主要其实就是描写了一些人 他们共同在一个长椅上面发生的一些故事 就是这个长椅它虽然是一个沉默的物件 但是它见证了很多不同人的人生百态 一些人从年轻到年老 就是给人感觉非常耐人寻味 你看到它确实是没有任何对白的 而且如果你很快地去翻的话 其实应该花不了几个小时就可以翻完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比较喜欢这种题材的书 还是比较值得收藏 当然这种书通常是比较贵的 所以我当时想看的时候就向学校图书馆推荐 然后就通过了 所以借来看了一下 这期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 也非常抱歉 因为很多书我没有实体的书来给大家展示 所以就光看一个这种电子的分面 可能会比较的空洞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喜欢 就是我这种对书的介绍的话 因为我每个月差不多都会看很多的书 我以后也会每个月争取都出一期 这样子的读书分享 而且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学了 很多书我都是去图书馆界的实体书 就可以多给大家录一些翻阅图书的片段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